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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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早上好 雅溪 嗯 雅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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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們倆吃早飯了嗎 沒有 給你們帶的這個 雅琪家鄉特色 常德牛肉粉 哇 太暖了 太暖了 這麼好 謝謝 謝謝陸律師 看看這個是 這個本地得最分最高 天啊 我回來了 都還沒有吃過 是嗎 那樣子的 我就記得昨天你講是說這個 常德牛肉粉 然後一看 還真挺出名的 這個還有不少店這樣子 雅琪的家鄉 看起來好好吃 樂綠啊 可能回去也想了一晚上 覺得昨天說雅琪那幾句話 是不是重了一點 對雅琪是不是 會讓她又很難過 所以有一個很溫柔的 樂綠確實兩個頻道 她可以隨時切換 冰與火她是 工作中的嚴厲 然後講回正經的 這個今天 你們一定要把客戶的 一個訴求 然後接下來是 這樣子 那同時的話 對於對方可能有的點 然後去做一些預判 然後想想 下午二五進來表現 好吧 加油 謝謝樂綠 我們去 你趕緊吃早餐吧 我覺得早餐非常重要 天啊 你吃這個豆豆 這個豆豆好好吃 這是黃豆 來吧 開始幹活 來吧 開始幹活 來快辦公室零食去多多 超好吃的大塊曲奇 吃完狀態會變好哦 你試試 大塊曲奇的黑巧巧克力味豆 更多更大 每一口都有料超滿足 去多多太給力了 狀態好了 工作才能事半功倍 那這一盒就歸我了 喂 您好 您好 我們到了 好的好的 我們現在下去接你 見到來了 我們再會一室吧 就在這裡 對 行 來 謝謝 好 我們馬上過來 好的 你有緊張的小叔叔 我沒緊張 不要緊張 桂華主要是兩位跟對方的 對嗎 溝通 那個洛旅和我們還有一位 全律師應該會旁聽 也會來 好 你好 你好 又要給你們添麻煩兩位 沒有 然後今天是 全律師 對 這是我們娛樂法的合夥人 全律師 然後這是Kerry 然後這是依依這樣 也是我們的這個當事主播 依依Kerry 那你們都準備好了 我們就 那亞七可以開始嗎 你好 你好 請問您是公司的法務 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嗎 我是公司的拼體的律師 你好 我是金田工程的實習生 汪宇彤 首先就這個問題 我想 先聽一下您那邊的一個想法吧 我想問一下 你們這邊現在是一般的授權 還是特別授權做這個事情 我們這邊 第一個問題 我們這邊應該是一個 我們的當事人就站在現場 戲是 行 行 因為一一這個 九分吧 對於公司來說 我希望它去認定到履行合同 那一一想要去解約 我們想聽一下 你現在解約一到的一些事實 和法律上的依據有哪些 是這樣的 關於合同的解約 我覺得 我方認為你們公司 可能構成了一個根本違約 它並沒有得到你們公司 所承諾的 對它進行一個扶持的一個情況 你們在它直播的時候 可能更多的是 只給它提供了場地 以及燈光這些 但是並沒有對它進行一個培訓 所以我覺得是存在合同目的的一個落空的 民法典第563條第四款可以知道 如果經濟公司存在一個根本違約的行為 使得我們一一主播簽訂的這個經濟合同 目的落空 主播就有權解除演繹經濟合同 然後呢 同時我覺得還有一個解除的依據是 經濟合同可能是具有一定的人身專屬性的 是 所以一一現在它很堅定的覺得 它已經喪失了對你們公司的信任了 你們公司給它的承諾並沒有達到 所以我們需要解除合同 我可以補助 請我大概 您可以稍等一下嗎 我們這邊還 律師還想補充一下 沒問題 蕭律師您好 我是今天工程實習生 詹雅琪 然後對於您剛才那個問題 我再補充一個小點 六點三條 有明確寫出雙方 應當在每個自然閱讀結束之日起的五個工作日內 雙方就上一閱讀的收益進行結算 但是公司有對一的五萬元的收入進行扣除 這也是一個 對 我們這邊律師的意見 也是構成根本違約的一個支持吧 我個人認為 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 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在合同的2.2條寫得很清楚 我們要為一提供直播的平台及服務資源 字免的話是包括但不限 您剛講的商業運營資源 內容這些東西他不會有邀請 但我認為這些東西 不可能構成根本違約 因為只要我知道哪怕一點點 那我主要意味也在裏行 相反來說呢 我是覺得也無故不合理的 去拒不參加公司安排的直播活動 那我認為會構成嚴重違約 如果一既然發起相應的反應 要求去解除 公司也不會提出反速 要求客人不值 我支付零件 是這樣的 因為依依也跟我們說了 她在7月份的時候 已經在公司跟她對接的一個員工 進行了一個溝通了 就是她已經表明了自己 並不想再繼續 與公司進行一個合同的旅行了 我覺得是 她已經進到了一個通知義務了 而且依依也跟我們提到了 女方好像已經把她的抖音賬號給 就是已經封了 她沒有辦法去履行這個合同 這一個月 你剛剛所謂的工作人 這個事情 我可能還去核實 因為公司沒有公司 第二 這個工作人員沒有權利 去做這樣的承諾 工作人員做承諾了嗎 如果你只是單方通知 你想實現的目的 你認為合同哪天還是解除 是從你通知那天嗎 對 但是我覺得合同在何時解除 可能也不是您方就是 現在就能說了算吧 你剛剛講的你只單止法令解除權 但我想說的是 你的法令解除權 沒必能成立 對吧 如果說合同解除這個事情 要做法院確認 現在合同還是有效的 對對對 沒有解除這些權 都是有效的 你當然要去拒絕旅行 如果你三完五次的拒絕 旅行公司安排的這個直播工作 那你還是嚴重了違約 對吧 您好 您好 您是否知道 依依最近三個月她直播數據不好 這件事情 就直播數據這麼不好 然後每天還要直播八個小時 又沒有賺多少錢的時候 她也很難受 我知道公司也當然希望她好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 我想知道公司做出了什麼努力 來解決或者改進這個事情 公司是否有投流 公司是否有給她進行其他的培養 或者直播間的包裝各種 對於這個賬號歸屬的問題 果方我們認為 賬號A是由一一她以她自己的名字 來實名認證的 並且在合同裡面 並沒有對賬號的歸屬 進行規定 她本人的風格 才是這個賬號的核心 所以說對於這個賬號歸屬的問題 我們認為首先賬號A並不是歸屬於公司 賬號是她實名認證的 可能你們會涉及到說公司用了她的肖像 用她的資料 用你的這個東西 實名認證的東西 就一定證明這賬號是你的嗎 我覺得不是吧 但是根據互聯網用戶公眾信息服務管理規定 公眾賬號產生的運營者 必須要以真實的生實信息進行註冊 然後我們這邊是以她的個人實名信息 進行註冊的 應當是以實名註冊這一方來認定 是賬號權歸屬於意義 好 其實這個賬號的歸屬權也是一個後續的問題 我還是對那個合同的旅行進行一個補充 其實賬號那個聊得挺好的 賬號是一個比較優勢的專長 是因為她有人真屬性這個問題 您剛剛提出的這一切 好像都是基於您已經把這個合同定性為 經濟合同定性了 但是我個人認為 這個經濟主播的這個合同 到底是定性為勞動合同 還是經濟合同是存在一定的法律爭議的 開始著急了 不知道您有沒有考慮過這一點 再深入地想一想 勞動合同或者是經濟合同的定性 在這個合同的定性的不同 會不會影響賬號歸屬的不同 我認為在勞動合同往下 你更沒有相應的接觸權 同時如果是勞動合同的話 公司把賬號封的這個事情 更沒有什麼問題了 因為你可能在旅行植物行為 相應的作品都屬於植物作品 你看這就很危險了 不不不但是您這樣的話 又把這個賬號的全署 直接就按照勞動合同的 這個定性來定了 我可沒說是勞動合同 我一直強調的是經濟合同 你們告訴我這個會 可能構成勞動 這個女童又回到了這個 狀態 性質的問題 然後就有點這個 就是比較緊張 兩男呢 雜掌啊 兩男 怎麼會這樣呢 我還是對那個合同的旅行 進行個補充 民法典規定啊 當事人一方不旅行非金錢債務 或者旅行非金錢債務 不符合約定的 對方可以請求旅行 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第一個是法律上 或者事實上不能旅行 第二是債務的標的不適於強制旅行 或者旅行費用過高 第三個是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 為請求旅行 我認為我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陷入一個合同僵局嘛 旅行僵局了 所以我認為可以用這條民法典來結束 來解除合同 你是想 你是想用民法典580條 合同僵局下 違約幫強制解除的這樣一個理由 法庭解除 對吧 其實事實上我覺得 理論上你是有這個可能性了 因為這確實是民法典現在的新創 這個我是同意的 這是一個非常地人身性的 對 對吧 對 但是這條規定我可不建議 其實你違約方一 主張拿這條解除合同 你不影響違約責任承擔 你的賠償損失 會不會已經照樣去承擔的 宇童提到的這個民法典580條 這個點是非常好的 他提完這個以後 對方律師在是否解除這個態度 是有一點點的這個漏空 嗯 如果要是那 對吧 法院真的這麼判決 就是支持我們可以解除合同的話 那你們就是認為我們一定會賠償 那個100萬的委員金是這個意思嗎 那肯定還有賠償損失下光額金啊 我知道就是 因為其實對在司法實踐中 這個100萬的委員金可能是一個 過高的一個要求 法院可能不一定會支持 我們直接去支付這100萬的委員金吧 如果真的到了大國司內部 咱們去法庭上去講 講政治就好 但是我想說了一點 如果您剛提出的是 主張委員金過高要進行濁減 那根據政治規定 舉證證明責任在裡面 這個公司 律師您好 如果我們真的後續走上了訴訟階段 對於這個違約金 我們是有證據的 但是就是在現在這個階段 我們能夠做什麼 首先就是對於我們這方一一來說的話 他現在也只是大學生 其實公司也知道他很難拿出這100萬 並且他在所有這一年多的直播裡 他的收益都沒有100萬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公司是想要繼續旅行 但是我覺得這個裡面 一一他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一一他不想直播了 您把他壓在那個直播間 那這種效益會好嗎 公司也是做網絡媒體有關內容的公司 以及一一也是互聯網紅人 對於雙方的信譽來說的話 如果我們能夠在訴訟之前 就解決好這個問題 能夠不進入到訴訟程序 當然是我們雙方都非常開心的 你說的這個更多的是商業商判斷 我個人也會同意你說的方法 因為公司的目的是賺錢 這個可能因為一個商業機構 剛才咱們這邊一位 一位醫生同學講到的問題 他可能覺得跟公司沒有信任了 對 這個我個人來說我也是認同的 但是這個信任可能是要雙方繼續建立 而這些問題不是 短律上能解決的事情 在這個問題解決了後 我覺得其他的事情 我要聽公司的意見 看看怎麼去處理 是榮性地處理 還是說是剛性地去處理 我中間還真的是 稍微有一點點小驚喜 就是關於違約金過高 有沒有證據的這個事情上 我們是非常自信 和肯定地告訴對方你說 我們是有證據的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在一定程度上 能夠震懾到對方 而且他其實最早提出來 就是其實你這樣下去的話 我們就是兩拍俱傷 對 沒錯 是的 而且打了感情牌以後 肖女士來是有一定的這個共請到 對我們其實也是會有些幫助的 好 肖女士我覺得今天 雙方已經對各自的一個觀點 有了一個非常充分的一個表達 那稍後我們再約一個時間 然後做一個進一步的磋商 您看可以嗎 沒問題 好 謝謝 謝謝 請問二位十七生的話 有沒有想要在這裡跟我們的當事人 然後再要去溝通討論的事項 其實這樣 就是我聽下來的話 其實我現在的建議是 你先跟公司做一個溝通 然後我覺得你 他已經溝通了 他們已經都 就是 好幾輪了 如果能溝通 就不會坐在這裡了 對嗎 不是 是這樣 因為 如果要是你 我們不通過協商的方式解決的話 那 最後一步可能還是要走訴訟途徑 這個 這個訴訟的途徑程序太漫長 而且很好使 很好人的經歷 所以說 對公司的一個 也不是服軟 就是你可能先去跟高管高層 道個歉之類的 她是不是犯了致命性的錯誤 徐老師 她 以她的角色幫助當事人去做選擇 而且是當事人覺得沒有辦法做的選擇 這種情況下其實 我覺得當事會很反感 我突然會非常非常的反感 對 太著急了 宇童 那她道歉以後 她帳號還是拿不回來 並沒有解決問題 而且變成了就是 因為我找律師好像不成功 所以我 對 我又就是搞號相 然後他們以後會說 這姑娘很牛蛋 回了公司以後 全部請了律師 然後告別 然後現在又回來做直播嗎 又回來 就是很尷尬的這種 然後你找律師也沒有用 然後我還要把帳號還給你嗎 對嗎 好 當事人急了 急了 站錯邊了 對 好 如果沒有進一步補充的話 我們倆位師先生可以先回工位了 好 謝謝 辛苦了 辛苦你們 謝謝 聊這麼久 Kerry我們再聊 以我們再聊一下 樂律要控制一下這個場面 趕緊打斷 早該結束的 感覺情況不太妙 為什麼 他們就堅持要繼續履行合同 然後我們這邊要結束合同 就完全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然後就各種 好難受啊 我感覺我準備的都沒有用 沒事結束了 請結束 好的 非常感謝 我送二位下去 謝謝 謝謝 先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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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了 樂律要是我上死 我得嚇死 真的嗎 那個眼神一過來 上一秒 你家鄉的粉下一秒 你先回工位 幸好她最後收了 對 她收了一下 因為已經講到 宇童講到了 讓道歉這個 說跟高層道歉 我覺得這個 徐老師 她這個應該是一個 怎麼考慮 會出這個建議 給她的委託人 我覺得她情急之下 因為其實對方意思 我不走錯送入境 那不走錯送入境 肯定是協商通道 那協商通道 其實由誰來協商 是有各種方式方法的 那她其實當時的第一反應 哦 協商 那你自己本人去協商 這其實我覺得是 她當下的一個反應 她沒有真思逐慮 那是不是 我們這兩個律師 坐在這兒 會以什麼樣的角色 可以合適地去切入呢 因為她其實前妻 跟公司這邊 已經無效溝通很多次了 對 在這種情況下 是不是她本人 適合去做出這個選擇 而且以道歉的方式 去做出選擇 我覺得這是很違背 當事人意志的 就是她從內心 是很抗拒的 其實更多時候 可能幫她 我們現在緩和了 從訴訟 已經退到這個站 退到協商的戰場了 退到協商的戰場了 那麼如何協商 由誰出面協商 協商哪些內容 我給你做到建議 然後讓她去選擇 這個方案比較妥當 那麼就按照這個路徑推進 那她因為第一次 感覺好像有路徑了 就趕緊提出方案 她著急了 其實善意地著急 對 有點本能的感覺 對 本能的感覺 剛雨彤說了一句話 其實稍微地有點不合適 就是說我這邊的當事 已經失去了 對你公司的信任 她就一下子把兩方 站在了互相非常大的 對立面 撕開了 對 就這樣子變成了 可能對方也 叫最後一個勁兒 不管怎麼樣 我也要收拾你一下 其實換個措辭 可能對方會更容易 接受一下 因為其實有一個 這個慣用的思維 學生很容易飛黑即白 她是找不到中間地帶的 其實因為我們這個案件 目前確實不是在正式的 庭審階段 那如果到庭審階段 我講的就是 事實證據法律適用 那現在我們是在雙方 私下的一個和解階段 那和解階段 當法律這種窮盡做出處置 對雙方都不利的過程當中 那在商業 雙方都有訴求的情況下 我打一個情理牌 情理牌呢就可以把你 A 適當引導到 雙方都能夠共同相容的 一個這樣一個路徑 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打個小情理牌 我覺得是會讓 對方律師會有共情的 對 我特喜歡老師說的 就是飛黑即白 所以我特別其實喜歡 上一組的討論 因為上一組當中 一直出現一個詞叫空間 我特別喜歡這個詞 我覺得這個詞 充滿了智慧特別的高級 就是很多東西 我們探討 不是說這個是與否 黑和白 成與不成 這成和不成 中間有沒有空間 其實我覺得智慧的彰顯 就是在這個空間當中的 多少才彰顯的 而並不是說 是個什麼樣的結論 是個什麼樣 另外一個對立面 剛剛宇童中間有說一句話 說你要不要去跟公司協商 結果全場都尬掉 各位職場個人當中 有沒有那種 印象深刻的時刻 就是說了一句話 然後整個場子 就尬掉的時候 好多我都刻意忘記了 不然睡不著覺 能不能更刻意地想起來 其中一個 不想想起來 不然今晚又睡不著覺了 總是午夜夢回的時候 為什麼我到時候說那句話 靜靜的能力是 他能把一句很尷尬的話 說得非常有意思 讓對方不得不接受 對 比如說他說我老父親 你看他說得我其實還挺開心的 因為他能自己找不回來 他能自己找不回來 突然想到了一個 我之前剛入學的時候的一個事 因為誰也不認識 有點緊張 然後對於我們學校的各位領導 我也不是特別熟悉 然後不是 跟領導沒有關係 好 然後有一天我和同學走在路上 就迎面就走過來一個人 穿著西裝 西褲 拿著公文包 竖著大背頭 戴個眼鏡 還是那種黑礦的 大搖大搖地走過來 我一看我說這家是不對 我說這個領導 我說在那兒 我說領導好 然後那個人愣了一下 然後又去走了 怎麼不打招呼呢 然後同學就說 他說 這個是另外一個專業的同學 我說整個人 我說什麼 這是你們同一級的同學 對 播音系的多 你想播音系上課 他得怎麼樣打扮 是不是 可能那天他有出鏡的 對 有出鏡的要求 對 有出鏡的要求 你哪個學校 中船 中國傳媒大學 播音系組織專業 現在達爾再讀 你也有老父親的感覺 我就介紹孩子似的 是吧 你們別說你們倆 還有點像 說起來真是有點像 確認過眼神 奇怪的搭配又出現 是一家人 你們倆這眼鏡好像 都是六邊框眼鏡 今天晚上的深聊 頭型也很像 最像的是什麼 是情傷 我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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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林的情傷真的值得我們學習 陳銘老師說話真的太厲害了 要不然讓我發揮一下 這個話題我們可以收個尾 這個事情就先收個尾 那個是學會了 學會了 可以收了 可以收了 接下來要到了 我們自己旅行職能的時刻 因為我們不要忘了 我們要點亮充能之路 在上一期當中 我們在這一組當中 我們看了兩位的表現之後 有沒有一個傾向性的選擇 在剛才 宇童和雅琪 我們覺得誰 展示領先 雅琪 誰 我也是這樣覺得 那就直接舉手好了 我看大家好 又比較一致 那我們覺得雅琪 在這一輪當中會勝出的 請舉手 再次全票 蓋章 我們意見好統一 每一次的意見都很統一 王宇童與張雅琪 在這輪PK當中 我們全票通過 優勝者 張雅琪 媽呀 我的宇童現在還沒有KPI 對呀 各位 如果這一輪真的是 張雅琪勝出的話 宇童將她的零分持續地保持下去 很有可能 她是要進入到最後淘汰 在決選的其中一人 當然其他幾組的情況會怎麼樣 而且這一組當中 最後真正勝出的到底是誰 來 我們一起來看第二段VCR